第五屆北大風華音樂饗宴 即將在12月2號晚上7點 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盛大登場 這一次活動安排阿美族風年季熱舞 北大風華司祖樂團 俠客市校長薩克斯風樂團等接力演出 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一同享受這場音樂饗宴 過去呢就是從社區裡面 尋找一些藝術家音樂家來參與這樣的演出 那今年我們突破自主的兩個樂團 一個私主樂團一個交響樂團 那企圖呢我們希望說能夠深入社區 來培養一些愛樂的種子 然後呢能夠這個生根 然後讓所有的這個社區 都能夠享受這個音樂的一個熏陶 那麼在這個社區有很多的外來人口 那慢慢慢慢的凝聚起來 那像能夠辦一個這麼好的一個音樂的活動 能夠讓更多的這個北大社區的一個居民 能夠共同來參與 我覺得這對整個這個地區的一個發展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北大社區本來就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社區 他的人文素質方面大家都非常高 而且有很多優秀的這些人才 不管在任何方向上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能夠展現出他們的長才 今年不僅依循慣例 邀請北大特區的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 主辦單位北大特區聯合策進會 也親自組織社區營造樂團進行表演 組團四個月就要上台演奏 是下足了苦工才敢這麼做 那真的是甘苦啊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有點五音不全 還好我們的老師是非常好的老師 他是以前中廣國樂團的團長 那他也住在北大特區 所以他真的是不計成本的 從我們這些幼稚園開始慢慢交起 更希望透過社區居民的親身參與 讓音樂藝術與社區 能夠有更緊密的結合 那一塊合作它可以產生一個效益性 那是最有價值的一塊 那其實我剛剛也有提到 除了產官學搭 傳統上各個單位各領域的合作之外 還有就是社區的合作也都進來了 音樂文化在地的團體合作 再加上交通這一塊 我覺得這樣的合作真的太棒了 那所有的表演者的話 都是他們社區裡面的居民 然後組成起來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加合當然很高興能夠一起來參與 這一次音樂會也跳脫以往的公車接駁模式 由北大特區聯合策進會與廠商合作 準備100台電動輔助自行車 設置在桃子甲國小及三峽遠雄海洋公園 提供前往客家文化園區欣賞音樂會的民眾進行租借 既環保又高科技 12月2號晚上7點 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北大風華音樂饗宴 歡迎民眾熱情參與 北大風華音樂饗宴 中家新聞 吳沛山 蔡明翰 三峽報導 並且王大師爺 三峽 馬至少 既阮中華人 我都是有幾位 我都在這次選舉 我都在這次選舉 我都在這次選舉